旧人气的阿基师他换了新东家 不过我们独家带你来看看 这个他的新厨房 而他呢替记者会准备料理 而这个边下厨还边讲解 给其他的新近的同伴来听 不过呢虽然这个阿基师大大称赞 新团队专业又优秀 不过呢这些年轻的厨师 看到了偶像还是忍不住 透露心情非常紧张 戴上手套 亲子下厨 在新厨房和新伙伴 阿基师成了总指挥 请慢一点 OK好 好 行 助手师傅小心翼翼 阿基师的第一课端出五道料理 主菜或圆甲 有翠绿青菜点缀 用台湾土鸡搭配甲鱼 加入火腿和绍兴酒 炖上六小时 这道麒麟城翔用的是台湾石斑 加入香菇和精华火腿 160度高温 蒸上六分钟 哇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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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来全来 而东坡肉要做的养生 秘诀是南瓜和独家酱汁 大厨出手要求当然高标准 师傅的功夫很厉害或是干嘛的 那我们这些晚辈就有点担心 说没办法追着赶得上他这样 就是一个大师傅可以来 就我们很多可以学习这样 就怕达不到大师标准 一字排开盯着学 年轻厨师也得绷尽神经 中天新闻 萧香瑜翁起兵范馨宇台北 猜不到